。 好的 又到了阿伯遊戲心得的分享時間了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這一塊 PS5的索尼克 未知邊境 講到Sonic老玩家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畢竟在我們那個時代都會稱作為因素小子 因為後來因應的問題 大部分改稱作為Sonic會比較多一點 但我自己還是習慣用老稱呼啦 Sonic的設計是由中玉師製作而成 原型則是將刺蝟女人化之後所誕生的角色 之後並由SEGA開發並在Megaswipe上發行了一款 速度與平台的跳躍類型動作遊戲 當時在誕生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任天堂的瑪莉歐真的是太有名了 同為電玩業界的競爭對手 SEGA為了讓公司的吉祥物更有標誌性 捨棄掉原本的吉祥物 Alex Kid 取而代之就是這隻藍色色味Sonic啦 Sonic正統系列的遊戲玩法 主要是透過加速的概念遊玩的關卡 並可收集驚懷 在過關的時候不但可以提高分數 而且還有保一命的作用 在遊戲中會有不同種類的加速裝置或是道具 讓玩家可以超過原本速度的上限 進而享受飆車的快感 真的不是我在唬爛速度非常之快 而飆車的時候可能還要注意一下畫面上的陷阱 因為有時候會有一些小陷阱讓玩家翻車喔 而收集金環呢除了有額外保一命的作用之外啊 甚至還有一些特殊的關卡也需要足夠的金環才可以進去喔 過往的Sonic都會有一些特殊關卡 一代記得有點像是360度的彈珠排設計應該算嘛 二代的話是有點類似像立體的特殊賽道啊 而滿足了過關的條件之後呢 都會收集到混沌翡翠啊 以當時的玩法覺得算蠻心潮的 而且收集完所有的翡翠啊 你還可以變身為超級賽亞啊不是 是超級索尼克啦 速度更快更爽還無敵 不過一代是沒有啦 阿伯入手就是第二代 當時想看看一代有沒有這樣的設定啊 所以跟當時的國中同學借了一代回去玩 而收集完了所有的翡翠之後啊 在破關的時候只能看到彈頭博士氣噗噗的結局喔 不過當時也算印象深刻啦 那記得當下的那個時間啊 在台灣啦還有廣告喔 能在台灣播出的電玩廣告 以當時來說可以算是非常稀少吧 就我那個時候的印象 好像真的只有看過它了吧 Sonic發售的遊戲種類啊 可以說是琳瑯滿目 不管是格鬥的啊 動作的啊 3D的競速的 角色扮演啊 體育類型 而平台呢 甚至在家用主機跟掌機上都有 甚至是電影與動漫也都看得到Sonic喔 也沒有想到Sonic到現在 已經陪伴了大家30年以上啦 而這次的Sonic 可以說是集成了之前所有遊戲的精華在一起 不但加入了等級啊 跟技能招式的概念之外啊 遊戲中依舊充滿了 跑酷與平台移動的動作遊戲啊 不過啊 雖然說是開放世界啊 但阿伯覺得啊 用關卡式的開放世界來稱呼會比較適合喔 遊戲中呢 總共有五大關卡 而每個關卡就是一個不同的島嶼 那隨著系統的教學呢 玩家將會知道如何推進地圖 在這個過程中呢 包含了解謎 戰鬥跟收集的三個要素作為循環 而解謎的部分啊 玩家可以根據雷達上的提示 或者是到達地圖上的這個問號的圖案來進行解謎喔 通常解謎的內容啊 只要善用Sonic的技能都可以一樂而解 那種部分的解謎或許是需要思考一下 但其實也都蠻容易理解的啦 只要解完謎之後呢 該地圖區塊部分的迷霧紋或是主導的障礙物就會消失 迷霧消失之後就可以進一步探索地圖上的相關資源了 在探索的過程中 當然免不了戰鬥啊 一開始的初次戰鬥系統也會簡單教你幾個攻擊的招式 雖然簡單 但也蠻實用的 而透過戰鬥也能獲得一些資源 像是技能碎片啊 玩家就可以透過收集技能碎片 來學習新的技能喔 那有些技能呢 也會隨著新地圖的到達而開放喔 戰鬥中的敵人呢 雖然都稱作為守護神啦 不過阿伯自己覺得有分為幾種 就是雜兵、中頭目跟頭目這三種啦 難度也是依序上升啦 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阿伯真的覺得難度還好 大家輕鬆迎戰其實就OK囉 系統一樣也會有提示教學的概念啦 不用太緊張 那由於呢 這個遊戲已經變成了有RPG的概念啦 玩家可以透過戰鬥中所拿到的道具 紅色的力量或是藍色的守護國師 然後去找對應的NPC來提升能力 並取得傳送門的齒輪來進而推動主線 遊戲中的各地呢 也會設置傳送門的關卡 只要湊齊一定的齒輪便可以解鎖 而透過傳送門任務清單的要求呢 就可以拿到取得混沌翡翠的鑰匙龍 進而取得過關的關鍵道具7個混沌翡翠 雖然說是7個 但是其實只要收集6個過後 第7個都會在該關卡的BOSS戰中取得 而BOSS戰呢 玩家會變成大家以往最熟悉的 超級索尼克來進行戰鬥喔 在這個階段呢 玩法會比較特別一點 玩家會隨著自身金環的剩餘數量 轉換成倒數的秒數 並要在這個時間內擊敗敵人喔 若是失敗的話 就要再重來一次 而在這個過程中呢 也會有放置一些金環讓玩家延長秒數啊 這個時候只要善用索尼克的技能 以及注意場上的變換 我想就可以取得勝利啦 而在擊敗BOSS之後啊 玩家就會切到下一張地圖了 當然有人說 欸那我之前還有一些沒有收集完的道具怎麼辦 我還想探索一下 不用擔心 想要完成所有的收集的話 可以透過選單來移動到之前的地圖喔 那遊戲呢則會依照這個機制啊 便可以抵達到最終的關卡 那接下來就是心得的部分啦 Sonic這次啊未知邊境的遊戲表現啊 阿伯是覺得還不錯 以攻略部分的建議啊 阿伯會先推薦大家先去解謎 那些謎題關卡的部分 進而讓地圖擴充 然後再根據可以看到的地圖點 來去做傳送門的解謎 而傳送門的解謎其實還蠻有趣的喔 大部分就是以往的關卡 他做成了3D化這樣 那有縱向跑法呢 也有橫向跑法 其實過程中 如果是老玩家 他應該會還蠻熟悉的啦 關卡會有一種曾經看過的感覺 有部分是故事的配合需求 再加上用之前的一些關卡印象概念 讓大家來重溫這款遊戲的地方 我覺得可以說是 綜合以往Sonic遊戲系列的作品 不管是橫向3D都有 那雖然說是開放場景呢 這場景也真的有點大 而且到處都可以看到類似移動平台 或是簡稱來說應該叫大型遊樂場的概念吧 阿伯自己是還玩的蠻開心的 可能每次走一走就會碰到 欸這邊有個跳台上去踩一下 然後看看他會到什麼地方 而遊戲玩起來呢 其實還蠻有速度感情爽快性的 那也有人在直播問說 為什麼索尼克看起來那麼小隻 那其實SEGA那邊也有想到這一點喔 所以角色的視角啊 是可以調整的 如果你覺得視角太慢 可以調大一點 但是我覺得正常調大一點 雖然還有速度感 你很快就容易暈了 不過啦 當然也是隨著玩家自己的喜好 而有些玩家呢 可能會對傳送門的任務啊 的要求或許會覺得太高 但是其實這遊戲還有一個 額外的吊場功能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單純走 傳送門收集路線的話 可以透過釣魚的方式來收集 當然啦 他的硬幣是要另外取得的 在遊戲中呢 夜玩的時候啊 有時候會有那種 拉霸小遊戲出現 玩家可以透過這個時候 去收集場上的硬幣 進而轉動拉霸 然後來拿到一些 釣魚的特殊硬幣去兌換 裡面的對應道具就可以囉 非常方便啦 就是不會只限定你 一定要過某些關卡 當然啦 這個拉霸機出現的 時機會比較少一點啦 那這款遊戲有沒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還是有的啦 畢竟啦 這種高速遊戲類型 比較在乎的就是讀取效果 那以阿伯自己啦 在玩的過程中 是有碰到一些 因為速度太快 物件來不及讀取 導致某一些關鍵物件的時候 可能在我跑過去的當下 他才讀取出來 然後變成我會拿不到那個物件 我可能到那邊還要自己記一下 目前看的話大概就是這個問題了 吧 其他雖然有一些小bug 但阿伯也是覺得還好 那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以目前阿伯的進度 是遊戲全部都通關了 那通關的時間大概要27個小時左右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目前的收集要素沒有全部收集完畢 那接下來就是結論的部分啦 Sonic對阿伯來說 有一種特殊的情感 畢竟當時他是Megadriver 阿伯入手的第一款遊戲 所以對他的印象還蠻深刻的 那以平台移動高速遊戲來說 我覺得Sonic絕對是當之無愧 畢竟速度感超夠 而且在某些視角帶畫面的時候 我覺得處理的相當棒 你會真的覺得超級有速度感的 只是可能不習慣玩高速的玩家 或許會投贏啦 那你可以自己去下載體驗版看看 聽說最近體驗版出來了 而且在未來他也會有新的DLC發布 不過在這個影片製作完的時候 阿伯有發生一個悲劇 就是不小心將遊戲的檔案刪掉了 我到時候可能玩DLC 我不知道要不要再重新破一遍 有點糟糕 不過都是自己的失誤啦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的遊戲心得介紹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 PS5 SONIC 未知邊境呢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去購買下來遊玩喔 那覺得影片不錯可以按個讚 有空都回來看看 我是阿伯 我們就下個遊戲心得再見啦 掰掰 好啦這邊其實有一個BUG要跟大家講一下 可是可能會減少遊戲的樂趣性 如果你不想減少遊戲的樂趣性 請先跳過這一段 要跳過了嗎 跳過了嗎 那我就開始講囉 遊戲中有一個招式叫做格檔 然後這個格檔成功的話呢 通常都可以再次攻擊 那格檔大家可能會覺得有時間可以抓對不對 不用 你只要一直按住就好了 按住到他攻擊你的前一刻都不要放開 他會自動格檔成功 就這樣 記得這招不要隨便開 不然你會覺得這遊戲燒毀有點那麼無趣一點點啊 破不了關的時候 這樣這招試試吧